对奖机爆炸后墙上留下焦黑的痕迹碎片四散满地 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电子仪器陆续被引爆之后 引发外界猜测 美国是否也参与了其中的行动 仍在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美方有事先知情 不过美国媒体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说法指出 由于以色列担心真主党可能已经发现他们的秘密行动 因此才决定提前引爆这些呼叫器 传出在行动前的几分钟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曾致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告诉他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有所行动 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并没有将细节都告诉美国 但先打电话是为了避免美国完全被蒙在鼓里 目前外界都将罪魁祸首 只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又媒体认为若被证实是摩萨德策划 以离情势恐将出现重大升级 布林肯第十度副中东协商 希望促成加萨停火协议 却遇上了爆炸案毫无疑问 让已经陷入僵局的谈判更悬上僵双 继续文旅者李嘉航报道